開車在北区的時候 這次算是受死的 就很快發生第一條人的意外 我們台灣每年 尚舊十幾人希望千幾人受傷 你歡迎也有提案 要求這組用車在出場的時候 就要加藏這個北区的領域 可惜這個法案 六位並沒有通過 感謝路牙大當中 三歲的原本在路邊選球 每個幾秒間 就被北匯學校車撞到 失去了補過的小命 這是去年七月發生 在新北区的比招 也有選擇北区的時候 都結婚30年的太太 親像這樣意外 九十六年就出了13條人命 每年造成一千多人受傷 也因為北区意外 很多越來越多人 選擇加藏 也過得領域 車上面加藏沒有 後面又連結一個小型的領域 北匯時就能輕鬆看到歐平 差不多6公斤 不過這樣爭取的 這就要花4千塊 特地委近年承認提案 要求政府規定 將北匯的領域 列為標準的準備 如果今天政府的規定說是 你必須要裝置上去的話 這個在技術上不困難的 這就是政府要不要做的事情 不過這個提案 在立法院並沒有通過 中南新表示 新北区將會再度提案 交通部後面也回應 各自全世界都是 經濟 加藏 也過的領域 我們也是會這樣做 一開始將會 大車大火車來做去 記者總合不得 那邊